事先转向沙特 尽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女性开车 但是一直以来在沙特开车市只属于男性的权利 多年来沙特女性开展一系列活动争取改变这种情况 今年一项名为10月26日行动的活动又在沙特举行 继续呼吁赋予当地女性开车的权利 这不是什么能够因为 制定的制度不禁止女性和男性 我们只需要承受了解体制 但是从各方面的角度和全球的角度 我认为是正确的女性是正确的 现在是时候的女性是正确的 我正正确的女性 我正确的女性 我也正确的女性 我也正确的 我正确的1990 我需要我的心 现在 2013 23年 我们不过 等到 如果你有充分的充分 在1991 或2011 有充分的充分 26岁年 2013 我想 超级的充分 这次 这次 这是 沙特传统观点认为 女性开车免不了与警察 汽车修理工等陌生男子大交道 因此女性不宜开车 他们认为这并不是歧视女性 而是把女性当作宝贝 要保护和珍藏起来 所以沙特女性的丈夫或父亲 就成了他们的全程司机 也有人选择雇佣私家司机 在沙特首都利亚德繁华的商业区 每晚都会迎来络绎不绝的顾客 你经常能看到一些沙特女性 在外面等着家人或司机来接送 在采访中也很难听到 男性公开支持女性开车的声音 我没有认识到女性的声音 但我认识到女性的身份 没有人选择了 我认识到女性的声音 没有人选择了 女性的声音